同樣是終於下起雨來 還有南投清淨下午兩點多 突然下起了大雷雨 狂風暴雨就像颱風一樣 甚至還一度降下了冰雹 雖然許多遊客和攤販 是來不及躲雨 淋得像落湯雞一樣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還說終於可以放心洗澡了 而警局預報說 因為颱風將水氣帶進臺灣 加上天氣炎熱 對流旺盛 山區才會在午後下起雷雨 狂風暴雨就像是颱風來了一樣 除了下大雨刮大風 還一度降下冰雹 刮風又下雨又下冰雹 你颱風還要恐怖吧 我覺得 因為陣風又是風 雖然大雷雨只持續十幾分鐘 但放晴了一下下雨 又再次下下來 這次南投清淨下午兩點多 突然下起大雷雨 許多攤販遊客們 來不及躲淋得就像落湯雞 但大家卻很開心 氣象預報中心說 這場雨是因為疏離機 颱風將水氣帶進臺灣 加上今天溫度高 熱對流旺盛 下午才會降下雷雨 預估未來幾天山區 都會有類似的降雨情況 不過因為雷雨來得快 去得快 對水情的幫助有限 預計要等到五月 沒雨季來臨 持續的降雨 才有可能會疏解旱象 而且五連消越 這次周大想南投報道 周大想南投報道